大家好,我是五花老胖子 那小蜜大伙点进来这个视频应该都知道 或者想知道从旁边来有999的1.4版本到底怎么了 那么接下来让我给大伙讲讲1.4版本 洞穴了,囚徒 那么首先香中珍藏呢 整个版本上线利送20抽 注意啊,香中珍藏的活动时间段还两段的 那版本上线呢就会利送自选五星 没错,自选五星 那还没有玻璃移动的小伙伴呢就服了 而版本每日天到就会利送一个高阶材料 没错,就是送金色的那种 就曾经感觉干一个都遥遥无奇的那个金色材料 他直接送了,还每天都送 还有版本优化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新增自动战斗功能 哇,我从测试服务就判到现在终于出来了 相信有很多人会因为没有自动而选择退坑 甚至以此作为是否入客的标准之一 不过呢,现在1999终于也有自动作战了 那么虽然自动作战有点狼快了 但是能自动过,我是绝对不会手动的 我可太爱喜欢自动了 OK,那么接下来继续讲其他游戏的新版内容 1.新角色37和6 没错,新角色名字分别是37和6 就艺术成分非常的高 论问起 2.主线第五章洞穴的囚徒 还有特别偏新 1999的剧情文案一直都是备受大火期待的 即使是开服那段被喷得很惨的时间 剧情也还是被大火属于可的地方 那么新游戏的小伙伴来可以期待一下 同时这版本台新增角色剧情活动和个人支持 可以更顺利的了解角色的往事 3.全新挑战内活动 中毛油爆 看样子像是四人对打boss拿积分的形式 目前还没开启 等活动开启之后 待会可以在弹幕平台区分享一下心得 4.版本大活动 第三版本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人探索类解谜活动 回归活动 相中归客 回归条件如下 他甚至还考虑到有部分人上版本下半回坑了 就10月4日后登录游戏 且连续未登录天数大于等于21天的 他真的我哭死了 那么我上小号去看了一下 回归玩家在回归活动中总共7天的时间内 你就可以获得1360水滴1380体力6星星象自选和海量的素材 版本后面还会有限时常驻角色up 分别是魏秀凯迪蒙迪士梅兰尼元女的4up时 每日首次的抽卡是免费的 那这福利可不少 想回跟小伙伴可要赶紧了 好了 以上就是重返未来1999的1.4版本优化福利总结了 如果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一定要点个赞支持一下 我是老板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了 拜拜